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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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越来越远 因为我进入上大之后 最初的时候是在搞文化管理 后来从事了文艺学的研究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自己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发现目前国内的文学界 存在着一些问题 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呢 也是我在写这个教材的前言当中 点了一下 我感觉到啊 就是我们现在 不光是大学文科的教学 就是是文学的研究 包括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 实际上现在离我们的文学写作 文学创作的距离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那么这样就造成了就是搞理论的 搞批评的和我们从事写作的 这个关系啊 有一种鸿沟 就是就是搞文学批评的 啊 他往往对一个文学作品 在在封线的过程当中 啊 更多的是从理论上去去考虑 啊 去挖掘 去提升 啊 这个提炼 啊 而往往忽视 就是他对一个文学作品啊 比方说一部小说的封线 他的封线的结果 对作者啊 对我们出写小说的人 到底有些什么作用 啊 这个时候考虑的比较少 啊 考虑的比较少 所以我在这个前演当中啊 就讲到了啊 目前国内的文学界实际上啊 搞理研究的和搞创作的之间有一种距离 啊 越走越远 啊 越走越远 那为了改变这样一种啊 啊 这个这个刚才葛老师说啊 啊 这个大学的尤其是中文的教育啊 要要改变啊 啊 这个实际上在文学界啊 我感觉到也要改变啊 啊 就是搞理论的搞研究的啊 啊 怎么使他的成果啊 啊 能够面向搞创作的啊 啊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也感觉到啊 因为自己呢 过去写过一些东西啊 那么工作以后呢 到现在 这个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文学欣赏者啊 这个 不像葛老师啊 发表了那么多的小说啊 成为一个作家啊 所以呢 这个 在自己的阅读的这个文学阅读的这个 呃 过程当中啊 呃 有一个体会 或者说有一个感受啊 我不知道在座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感受啊 就是说现在国内的这些呃 叙事性的作品啊 包括小说也好 就国产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也好啊 啊 我感觉到这个 有有一个 就是说 这些作家啊 或者编剧者啊 他们在写故事的时候啊 往往是写一些历史的 或者个人和社会的这种记忆当中的题材 啊 啊 来写故事啊 而且在写的过程当中呢 往往对这个故事的叙说啊 啊 他这个作者想通过这个故事啊 啊 啊 我们讲的这个叙说话语啊 啊 想讲的一种对生活 对人生的看法 他往往会带到记忆的那个时代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和我们现在啊 我们讲这个这个二十一世纪啊 啊 这个这个中国已经进入了 基本上这个像上海这种沿海城市 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 是吧 对我们现在人的这种文学的需求 特别是年轻人的文学需求 实际上 我感觉到是有一定距离的 啊 有一定距离的 啊 呃 所以我说呢 就是我们讲我们现在从一个欣赏者的角度来讲 阅读文学作品啊 包括看电影看电视剧 实际上是要通过这个作品的心脏啊 获得一种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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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和感动啊 啊 享受和感动啊 啊 这个德国学者以这儿说 文学是一种乐界啊 啊 这个乐界我感觉到是在两个方面的 对写作者是一个乐界啊 啊 这个对读者也是一个乐界啊 啊 那么对读者来讲啊 啊 我们说这个乐界啊 他需要通过在这个作品当中啊 找到一种感动自己的啊 啊 他在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 啊 一些能性的美的东西啊 啊 生活当中他所憧憬的啊 一种向往的一种生活世界啊 但是我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这方面比较欠缺 啊 比较缺乏啊 啊 那么所以我讲的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是是从一个搞这个小说叙事啊 啊 这个角度啊 感觉到现在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叙事学引进之后啊 啊 国内的这个学者啊 往往是也用用这些理论 一个是介绍 那么在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呢 用这些理论去分歇一些国内的作品啊 小说作品啊 啊 就是比较少的就是从小说作品当中啊 去发现一些啊 啊 这个叙事的啊 一些规则啊 一些规则啊 并且在这个研究当中呢 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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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这个读者 特别是面向作者 那面向作者啊 啊 所以这个 写这个教材的第一个一个一个想法 一个是因为这个这个啊 在葛老师的倡导下是吧 这个 我们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啊 成立了一个写作创业写作中心啊 啊 创业写作中心啊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实际上是啊 啊 近年来自己在 叙事学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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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和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想啊 啊 所以写了这个教材 第一章呢 是讲一个故事的虚构啊 故事的虚构 那么在故事虚构当中呢 因为这个 我们今天是是 这个 写作夏琳寅 是吧 所以在座的同学 他更多的是啊 通过这个夏琳寅的这个写作的活动啊 啊 对自己的这个文学写作 或者说创业写作方面有所提高啊 有所提高 所以呢 呃 我想呢 这个这个这个书的一些内容啊 啊 稍微再做一些解释 这个一个问题呢 那我想讲这个小说写作的基本数字 那基本数字 那基本数字 这个 我感觉到啊 这个至少有这三个方面 那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要爱好故事的写性 啊 我们讲这个小说是写故事的 那 啊 我记得这个中国一位作家 卖家啊 曾经在他的闪文集当中讲 这个九十年代以后啊 中国大陆的小说创作界走了一档弯 啊 这一档弯 啊 这一档弯的这些原因呢 是由于这个先锋派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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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创作啊 啊 它的结果呢 导致了这个国内的许多小说啊 啊 它的故事啊 啊 丢掉了 啊 丢掉了 所以不光一般的这个普通的大众看不懂啊 啊 就连知识分子啊 有的时候也很很难看懂啊 啊 或者说不愿意看 所以我啊 我认为这个要从事小说写作啊 那第一个就是要爱好故事啊 啊 我们说这个故事是小说的灵魂啊 啊 就是要从事小说写作 你首先啊 在这个小说当中啊 要讲一个故事 讲故事 啊 所以这个 呃 我们说这个听故事是人的本性啊 啊 我们应该说 大家都很喜欢听故事 但是要讲故事啊 啊 要讲好一个故事啊 啊 我感觉到恐怕是有一些天赋啊 啊 和这个后天的这个训练和培养 啊 训练和培养 所以我认为这个写小说 恐怕第一个就是一个数字的话 就是要爱好故事啊 啊 要要学会讲故事啊 啊 要学会讲好一个故事啊 啊 这个刚才葛老师说这个创意写作 写作是第二位的 创意是第一位的 实际上 虚构这个这个写作啊 也是这样 第二个数字呢 我感觉到就是要有一种对文学的这种啊 感悟的这样一种性情啊 啊 这个 呃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各位选这个中文系啊 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啊 选这样一个专业进入大学 实际上啊 这个应该说大家都是这个文学爱好者 喜欢文学 是吧 所以才来报考这样一个专业啊 这 那么我感觉到这个喜欢文学 或者说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啊 呃 作为一个基本的数字的话啊 啊 就是要对文学有一种啊 有一种这个这个期待和向往啊 啊 期待和向往啊 啊 这个当然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媒体比较发达 是吧 这个 叙事性的作品不光可以通过啊 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这个小说来来阅读 也可以通过电视啊电影啊 甚至网络上的一些作品啊 来接触一些叙事性的作品啊 呃 呃 呃 那么这个呃 我感觉到这个这个 呃 现在就是说啊 一个学生啊 包括我自己要静下心来啊 啊 阅读小说 那这个这个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 那么 但是我感觉到这个 作为一位这个啊 文学爱好者 中文系的学生啊 恐怕你在写作之前啊 首先要有一个啊 啊 喜好文学这样一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样一种学性啊 啊 这样一种性情 啊 这样一种性情 而且呢 我在这个和研究生上课的时候也讲到啊 说这个一个文学爱好者 一个中文系的学生 不管是搞理论的 还是从事写作的 对文学啊 除了这个要有一种感悟力之外 还要有一种感恩的心 啊 当你阅读一篇非常好的小说作品 看一部非常好的电影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种感恩 有一种幸福感 啊 有一种幸福感啊 啊 因为我们讲小小说的写作啊 实际上它的训练 具体的写作 它只是一个方面啊 啊 在这个小说的欣赏 和细读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是一种潜在的训练 啊 我们这个读小说啊 这个这个包括看电影啊 就是欣赏一些叙事性的作品啊 比较容易从一个欣赏者的角度去去去去接触这些作品 啊 啊 比较少的啊 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去欣赏这些作品啊 写作者的角度去欣赏作品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夏令营的这个活动之后啊 实际上就是说啊 啊 即使对大家的小说写作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兴趣能力啊 的一个一个一个训练和提高啊 同时呢反过来啊 对大家今后在阅读欣赏小说的时候啊 也能够不光是从欣赏 而且是从写作的角度啊 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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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这些文学作品啊 接触这些文学作品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写作小小说的兴趣 刚才格老师说了是吧 让大家喊口号是吧 我要当作家 我要写小说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一种揭发创作啊 包括写作的这样一种冲动的一种方式啊 一种方式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现在这个做什么事情都首先从兴趣出发啊 啊 要有一种动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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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种动力怎么来呢 那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个 写这个叙事性的作品啊 啊 就格老师刚才也讲到 啊 就是要从我写起 啊 从自己写起 啊 这个 从自己的故事当中来写 啊 啊 那么 其次呢 写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勾 勾诗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啊 应该啊 首先要对自己讲故事啊 你要把一个故事写好 首先不是对对人家去讲一个故事 首先要对自己讲一个故事 你感觉到这个故事讲的自己满意了 你才能够动力去写啊 如果你这个故事自己没有满意 那你要写的话 恐怕是很难写好一部小说的 啊 那么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写自己的故事啊 啊 跟自己讲故事啊 啊 我恐怕是 我感觉到恐怕是 小说写作兴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啊 那么 呃 然后呢 就是当你要决定写的时候 啊 恐怕就是像格老师刚才说的 要有自信 啊 要有自信啊 啊 要把自己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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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部小说的这个这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公司啊 啊 在这个 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述出来 啊 表述出来 那么当这个作品写完之后 啊 你欣赏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啊 我感觉到这个 你要有一种成就感 我感觉到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啊 因为这个一个一个创 创意性的一个叙事作品啊 你要说这个作品 这个对他的这个高低的评价 有的时候很难 尤其是对于一个初写小说的人 啊 恐怕你的评价的标准啊 是跟 首先是根据你自己来评价 当你写完一个作品的时候 啊 你在在在在阅读自己作品的时候 啊 就是从自己过去的写作能力啊 这个角度去去去去评价自己的一部作品 那那肯定会有成就感啊 啊 因为培养一种对自己作品的欣赏非常重要啊 啊 而不是去考虑这个作品写的好和坏 所以刚才郭老师这个这个这个也讲了是吧 这个不要去去顾忌这作品当中写错别字啊 啊 有些这个冷片的字写不出来 这都没有问题的啊 啊 这个 那么这是讲的小说写作的基本数字啊 啊 我感觉到恐怕要要从事小说写作的话啊 恐怕啊 至少要有这么三种啊 方面的这个数字 一个是对故事的爱好啊 第二个是要有文学的感悟力啊 那么第三个呢 是要写作的兴趣和冲动啊 兴趣和冲动 那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来讲小说写作的基本训练方式啊 基本训练方法 啊 我们讲小说写作啊 确实是可以训练 啊 可以训练 这个 实际上这个这个 任何从事艺术啊 包括什么音乐啊 绘画啊 啊 这个这个舞蹈啊 实际上都是从训练培训开始的 啊 以后才可能成为一个舞蹈家 音乐家或者是雕塑家画家 这像文学的这个这个这个写作啊 包括小说的写作啊 啊 我们讲他也是从一种 这个训练开始的 当然这个训练呢 这个因为我最近 这个这个文广君和他们上课的时候啊 开了一门这个 叫做这个文艺社会学 那么我看了这个司马云杰啊 在文艺社会学当中讲了这么一个观点 他说作家啊 他要接受啊 他称之为叫专业的教化啊 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专业的训练啊 啊 那么这个专业的训练呢 他也讲到就是 规定在专门的院校当中 接受这 这种训练的啊 啊 这个 但是呢 要要成为一个作家 或者要成为一个成功的 一个小说的写作者 啊 肯定是要经过这种专业方面的训练的 啊 专业方面的训练的 那么这个训练的方法呢 嗯 我想这个讲这么四个方面 啊 一个就是说啊 这个可能有些是尝试性的东西啊 一个是在写作当中啊 啊 来寻找 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 啊 啊 我们讲训练的方法 有有有有普遍的方法啊 啊 有适合个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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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比较具体独到的一些方法啊 啊 那么我们在包括夏令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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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近一个月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啊 希望大家就是说啊 能够找到一种写作训练啊 自己的方法 啊 自己的方法 那么第二个呢 啊 啊 就是说在在训练方法当中啊 因为我们这个 曾经和葛老师这个徐道军老师 在本科开过一门这个这个这个 呃 许多学生的上课来选课的同学呢 也也比较有有有有有写作的欲望 那写作的欲望啊 呃 呃 当后来这个呃 呃 交上了一个作业的情况呢 呃 呃 就发发发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一个什么问题呢 呃 就是许多学生在写写写写写写一些虚构性故事的时候啊 啊 呃 呃 有一点做的比较好 啊 呃 记忆当中的那个故事的一个局限 因为我们讲小说写说是一种虚构 这个虚构首先表现在对故事的虚构 那么作为一个初写者呢 我们比较主张就是写自己熟悉的故事 记忆当中的故事 比较容易进入 记忆当中来写故事 转到一种虚构的来写故事 我感觉到是小说写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 所以我想从这个小说写说的训练来讲 从听故事到讲故事是一个飞跃 你首先要会讲故事 也就是说你在原文字在叙述故事之前 你首先会讲这个故事 把这个故事讲好 那么从讲故事到写故事 是第二个飞跃 也就是说你会讲这个故事 但你要能够用原文字把这个故事书写出来 这是第二个飞跃 那么第三个飞跃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要把这个故事啊 从记忆当中的故事 变成一个虚构的故事 这个三个飞跃实际上都是很不容易的 从听故事到讲故事这个飞跃比较容易一些 从讲故事到写故事这个飞跃啊 有相当的难度 相当的难度 那么从写故事 这个写记忆当中的故事 上升到这个故事进行虚构 进行改作 这是一个恐怕是更难的一个飞跃 更难的一个飞跃 但是我感觉到要写好一个故事啊 这个恐怕是要经历这么三个飞跃的 经历这么三个飞跃的 也不可能 尤其是第三个飞跃 我们发现有些学生写 写故事的时候 写得也非常这个有感情 这个故事呢 也比较生动 但是呢 就是太真实了 就是太太那个 实在了 里面有些这个情节上的 人物上的一些处理啊 都没有用一种虚构的方式 进行一种修改 或者说进行一种体炼 进行一种体炼